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今天我们要说的这位中草药就跟一个傻子有关 话说很久以前在我国广东省西部的阳川县突发了一场范围较广的牛温 全县境内方圆数百里的羹牛一头接一头的病死 牛作为古代农业发展的第一生产力 就这么轻易的死掉对当地农户来说无疑是不小的打击 农户们着急的四处去寻求解救之法 这一日来到盘龙金花坑附近的村庄 他们看见有个人正在喂牛吃一种他们从未见过的草 这种草个儿头挺大 散发出一种芳香的气味 那牛吃的是津津有味 农户们发现这头牛体格健壮 并没有感染牛温 很是惊奇 赶忙上前询问那人给牛吃的是什么东西 不料这人却是个傻子 话都说不清楚 只是一味的傻笑 嘴里还嘟囔着 牛儿快吃草 牛儿长高高 农户们这才意识到可能是这草的作用 就问傻子 这草采自哪里 傻子如果能讲得清楚的话 它就不叫傻子了 农户们只好每天跟着傻子 他们发现傻子每天都在金花坑附近的小山上 采一种草喂给牛吃 于是将这种草移植了一些回去 农户们经过信心栽培这种草 终于治好了他们的宝贝羹牛 他们觉得这些草既然可治牛温 应该也能治人病 这种草的果实长在根下 于是有人取出几粒果实 放入口中咀嚼 一股带有香 甜 酸 苦 辣的气味 冲入了脾胃 感到十分舒畅 后来大家发现 那些受了风寒 引起胃碗胀筒 不思饮食 连连恶腻的人服用了这种草的果实后 病很快就痊愈了 因为这种药草 最先是那个傻子发现的 所以大家给这种药草的果实 取名为傻人 久而久之 慢慢演变成现在的叫法 杀人 而杀人之中 当属阳春现产的阳春杀人最为有名 杀人 胃心 性温 龟脾 胃 肾经 具有健脾 化质 消食 化湿行器 植藕止泻 顺气安胎等功效 杀人有甜 酸 苦 辣等多种味道 足以引爆你的未来 实在居家旅行 朋友聚餐必备良药 不过要注意的是 咳嗽肺热的人不宜服用哦 咳嗽